全球景气不佳 汽车、机械、工具机等等的需求降低 影响钢铁制品的需求疲弱 雪上加霜的是 偏偏今年炼钢的原料成本高涨 像是铁矿砂价格攀高 炼焦煤价格也处于高档 导致国内的钢铁龙头大厂中钢 今年获利面临极大的挑战 以今年前三季来看 中钢获利比去年同期腰斩 面对困境 中钢新任总经理王锡清接受采访表示 中钢在经营环境中 将透过降低成本 提高产品品质等等方式来应应 也因此中钢也与工研院 推动钢铁产业研发平台 发展高端金属材料 再生水循环利用 以及AI公安系统等等重要领域 透过前瞻技术 让中钢以及台湾钢铁产业 能够转型升级 我们跟工研院从78年就开始合作了 所以已经有非常好的基础 那我们今天要设立这个所谓的研发平台 我认为是我们跟工研院合作的一种深化 是一种深化 我们要从过去是属于个别主题的研究 我们要把它深化变成是一个领域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水处理的领域 然后高端金属 然后AI这个领域 然后我们过去可能就是一个题目结束就结束了 那我是希望未来能是在这个固定的领域 能够做持续长久的研发 那这样子它所带来的成果是比较丰盛的 那也在这边跟各位报告 我们中钢的定位已经不是钢铁制造 也不是钢材的提供 而是一个工业材料的供应者 所以在比如说在高端金属 我们现在除了铝材 钛合金 镍合金之外 我们也有很多的光电产业用的一些特殊的金属 尤其像所谓的建筑把财 那建筑把财我们在这个领域大概也有十几年了 我们从最开始的光碟 然后到被动元件到LCD 那我们现在是希望是不是进一步能够到 最高阶的半导体的一个建筑把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有三个平台的一个背景 那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这只是一个起步 我们是希望未来能够不断的深化 不断的扩大 除了提高产品价值之外 降低成本也是中钢当前的重要课题 由于今年媒体原料价格高涨 中钢一方面与供应商协商 希望降低采购成本 一方面也在福建建立中转基地 降低船运研制费用 另外也调整其他的原料结构 以及简化制程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挑战的经营环境 我们当然有很多的方案 那讲的比较overall的来讲 就是怎么样cost up 降低成本 然后value up 提升价值 那像比如说降低成本 我们原来的目标好像是三十几亿吧 那现在已经提升到61.8亿 我们最近做得比较好的 就是跟矿商去要求它 是不是呢 我们叫做降价 本来都是有一个合约价嘛 我们要求矿商供体时间 是不是能够降低原料我们的采购价格 第二个我们好像以前我们比较用高品位的原料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调整 用一些比较低品位便宜的原料 那另外我们做了很多制程的简化 制程简化 有一些制程我们发觉好像没有必要 我就把它精简掉 然后呢我的合金 合金是不是少添加一点 合金的替代 然后呢我们自己把 比如说热浸炉 我热浸炉的温度把它提高 那这样子呢可以使得加热的能耗减少 然后呢我们的一些订单合格率 把它提升上来 所以点点滴滴非常多的手段 非常多的手段 那另外还有一个 是今年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我们中刚的料场比较少 就是我们进来的煤矿跟铁矿 能够堆制的场地比较小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船到了以后 没办法卸货 那怎么办 那他就在海上等啊 那就我们就要付出叫做船的研制费用 这个很高很贵啊 我们最近一个突破呢 我们在罗鱼港 在我们对岸的罗鱼港 应该是在福建 那个地方呢我们就弄了一个跟人家租 那我卸不了货的这个矿砂轮呢 我就开到罗鱼港 在那个地方卸货 等到我这边船可以靠的时候 载过来 我们叫做中转 我们在罗鱼港建立的一个中转基地 这样子呢可以降低我们 是还运的 我们叫做研制费用 哦就这个价 都是算易的 都算易的 中刚透过各种方式努力降低成本 虽然业绩上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毛利率以及获利并没有明显的提升 不过中刚已经将今年原定节省 32亿元成本的目标 提高至61.8亿元 并且有信心达成目标 至于对明年的市况 中刚认为目前已经落底 所以明年的旺季即将反弹 美国钢架已经在反弹了 然后他们原来是希望 能够提升某一个价格 那现在呢经过这些努力呢 大概已经涨到原来目标的 比如说一半了这样子 然后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董事长刚去墨西哥参加了WSA的年会 在年会里面呢 他们都做了一个叫做短期需求的预测 明年呢还会成长大概1.7个percent 所以需求还在 只是说大家的信心的问题 如果说信心恢复 然后呢基本上就会有好的这种 这个行情的反转 那刚刚问到有哪几个会比较好 这个会议里面有明确的讲到三个产业会有比较明显的复苏 汽车 机械 建筑 除了钢铁本业之外 中刚还看好再生能源未来的成长潜力 中刚在再生能源布局 聚焦在离岸风电以及太阳轮上 在离岸风电方面 中刚投入68亿元建立水下基础产线 2019年底完工投产 另外也投入风厂开发 目前已经取得筹设许可 签订购售电契约 预计2024年完工并网 预估每年可发电11.5亿度电 售电收入63.4亿元 而太阳轮的部分 则是在集团厂房屋顶建置 80MW容量PV 年发电量可达1.02亿度 我们认为再生能源 绝对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产业 未来在风光的发展 二三十年不成问题 整个的大趋势 我们有这个信心 所以在再生能源的部分 我们中刚就聚焦在风跟光 就是风电 就是离岸风电 跟光就是光能 光我们今年年底没有问题 可以建造80MW 应该是屋顶级 这个应该是全国最大的 80MW 今年年底会到80 现在已经大概在79左右了 离岸风电我们现在就是三个 三个 第一个就是风机零组件的在地化 所以我们有一个Win Team的产业联盟 第二个呢我们就自己投资了星达海鸡 在星达港你们都知道嘛 这个呢现在的建厂进度已经到97% 所以我们绝对可以如期如此在年底 能够完工投资 然后这个呢我们也会去培育起一个在地的产业聚落 大概会有差不多2000个人的就业机会 大概有20家的所谓的协力体系的厂商的参业 我们现在已经有拿到卧序56座吧 那其实前四座已经开始在做这些零组件的 已经投产了 前四座已经投产了 他都给投了都在做 我们56座是在 明年是109 我们是110年 要把它交完 所以56座所有的那个款项应该在明年 或后年的年底之前应该都会入账 展望后世 明年第一季为传统的淡季 中钢对第一季看法仍较保守 不过看好年后 亚洲采买气氛有望回笼 而且欧美钢厂明年称价意愿提高 有助于亚洲钢市价格的提升 而原料方面 因为巴西产量已经逐步的恢复 供需紧迫状况改善 中钢认为 明年原料价格一跌难涨 加上钢铁市场需求回问 有机会带动钢价的回升 对钢铁产业是正向的发展 中钢对明年营运看法 也期盼从谷底逐步回升 下定年营运看法仍辩存 findet 同类身Be Hong Kong 接触阅 tranquil